空間出版社的主人科學科本 裡面什麼花本的土豆 就是買靈子 是因為這是中國用技 引起正人討論 空間出版社就用下面來回應說 科本的面白是為了 要讓學生了解 一種問題 可以有幾種的用詞 這個事件也讓大眾在討論 是因為有很多年輕人 使用這個社交兩天 領英文化頂頂的影響 開始在日常生活當中 使用中國的用技 這種問題這樣用下去之後 對台灣的文化發展 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我們做回來了解 空間國中一年會學期的主人科本 什麼花期的土豆就是馬鈴茲 他們去各個討論 看到部門的書店 土豆比較是有收馬鈴茲的意思 到部門的發文中也出面解釋 主要分成兩大類 一個就是適合在中小學學生學習 或教科書編訂 另外一個是比較適合做學術研究 出版社這邊所引用才參考的是 這個比較的研究型 這個事件也讓人關心 不分台灣人開始依視頻代替壓批 質量代替品質頂頂 依中國用技代替台灣關係用技 這些小朋友現在接觸抖音什麼之類的 其實都知道這些 所以沒有必要這麼校正 有時候講中國用語的時候 是一個幽默的感覺 我覺得蠻好笑的 還是要區分出來哪一些是台灣 不一樣學生對中國用技的接觸程度 都不一樣 學者表示台灣跟中國都接觸用中文 難免會受到影響 雖然人民的用術一定有上影響 但是為了文化組體型 比較有需要區別 中文畢竟是現在台灣最普遍的 劉源中文的用術跟中國要區別 其實說是很困難 既就要做到當中求意 教學部現在有宿電 他現在宿電 他最沒有 還要宿電 另外說清楚說這是中國的用術 學者基礎紀元是文化最重要的載替 但是台語可以在台灣普遍 紀元參中國有分別 自然比較沒受到影響 但是這要掌握台語要正常化 才對日常生活當中的議員 而且建議政府可以行為 共和黨委自然提供 都不及後不開始 記者觀眾 水台北部